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这个节目 我们继续讲香港的时事 两宗新闻可以很简单在一节里跟大家讲一讲 一个就是局部积水是不是水浸 其实这些不需要讲 但是问题就是香港现在的废观 久说到的程度严重 最近这个李家超上电视 地中海八字眉 不是笑你的体征 你身体有些什么 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你的问题 男一很多年纪大 都会地中海的 我没有的,但是他有的 他有的话 那就就是 收拾一下他先 这么醜 是不是 整个那些 垃圾的一个人 还说什么lady killer 吃屎 这些地中海 就是整个头的头发 全部都是地中海的话 就很严重 麻烦一请他 注意一下移用 lady killer 昨天这个观塘 将军澳西贡 落起大雨 多处水浸 未来都会挺重要的 因为这个星期天天下雨 间歇性下雨 多处严重水浸 因为没有人清 水浸 两个因素是下雨很大 第二就是渠室 渠室就是浸 渠不湿去到水就不浸 但是你一直不清 有什么办法呢 多处严重水浸 不过呢 昨天这个徐努处的处长 建计者的时候 这个垃圾处长 建计者的时候 徐士基 建计者的时候 就说主要是一些 局部积水 不是一些水浸事件的 局部积水 但不是水浸事件 要明白这些说什么呢 你就真是 IQ 灵感IQ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 今天引起公众哗言 行政长官李渣昭 就是举行行政会议前 建计者 开场的发言主动提到 昨天为个别地 是个别地 那叫水浸 说商关部门 即时派出紧急队 不清理 局部积水 又不是水浸 是你个男人说的 你自己又是水浸 那哪样要对啊 那这个局部处处长 需不需问责落台呢 按照这个李家超的说法 不是水浸的 不是水浸 是局部积水 程天林仔在Facebook上 站在浴缸上 局部积水浸那些水 不是水浸 是不是这样呢 即是这些东西 托词了 局部处昨天记者会上表示局部积水言论之后 昨天大概八点钟在Facebook上 专业下水水的修正 昨天发生了八宗水浸报告 你都知道八宗水浸报告 徐士基 徐务处处长 天文引起这个网民 譏讽有网民说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局部积水和水浸的分别 想学一下东西 对于上星期的黑语 李渣昭初步总结 各部门在应变和善后上 做了全力以赴坚守岗位 全程投入 增分夺秒 达到效果 全部四字辞 不想抹抹你的娘亲 接着就是 预警方面 李渣昭说 现今科技对预测语量变化 是有限制 因此在发放资讯的时间和内容上 一定限制 当局将会从提高安全系数 以及令到市民掌握 更多和更细节的资讯方面 认真检视 全部废话 意思就是说 You just talk the talk 你不walk the walk 不去做事 有些事情做了之后 不需要说那么多 说那么多话就是唐辞 是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香港 简直不知所谓 那去回香港的另一宗 有些其他新闻 我的光传媒也很好 譬如说 一个关于清洁工人 经过五百年一遇的暴雨 其实很多清洁工人 负责善后工作 香港人应该多谢一帮 辛勤工作的人 做清洁工作 产泥 而且骚髒 骚髒 什么菌都有 那这帮清洁工人 冒着生命危险 健康风险 去做这件工作 受人二分四 做的事相当少 做的相当有意义 就是收的二分四 但是gift的相当度 所以希望大家多给这些前线的 清洁工人一些鼓励 它令到城市复偿 我不懂用复偿 这个字 复偿 任职清洁工人的艺术家程展伟 近日举牌申诉 说数千名食环署外判清洁工 在2022年去年初 就开始染疫 但雇主拒绝批出有新病假 去到现在一年半 都未追悟成功 这就是一年半前 他们因为染上中国病毒 武漢肺炎 所以导致的一个有新病假 要去申诉 因为这个有新病假 没有付钱 即他不批出有新病假 于是不给钱给他们 这位清洁工 这个程展伟 就向光传媒表示 这是香港勞工史上 最大拖欠病假事件 每次大灾难之后 清洁工帮你顶住 试过境遜 他们什么保障都没有 这个是现状 我们看一看的情况相当严重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 关注前线清洁工 遇到一个问题 我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有一些呼吁 我都收到 世叶庸支援人道基金的一个呼吁 希望我在这个节目多说一说 有多说一说 有多说一说 西洁工人道支援基金 帮助155名囚友 他们在囚人士是相当重要的 但他们接收捐款的数字 大幅下降 他们的囚友和家人的照顾 西洁工人道支援基金 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帮助和努力 由于现在 潮流不在 大家不太关心在囚人士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呼吁大家 除了对于我所谓的频道 多多支持 希望不会太薄 我对我支持 希望大家继续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赞助支持官员之外 也行有余力 多多支持 西洁工人道支援基金 今个月 他起码需要有 5万多的英镑支出 但他现在的缺口 只是9月 缺口已经有27万港元 希望大家多些 行有余力 多些支援 和这个月捐 是一个最好的做法 帮助他们 梁夫妇 他们在美国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帮忙 这个基金 我也是探听过 有很多在囚人士交易 的确受到他们的恩惠 现在这么艰难 去做事的时刻 希望大家 多些去支援他们 如何支援 可以上去Facebook 看看 Search 世业用人道支援基金 或者上以下的网址 https www.bondham38.org slash donation 或者slashen 其中一个 都可以找到 有关的资料 希望大家多些 帮助到他们 另外我也希望 大家关注这件事之外 亦都关注香港的状况 不要捐钱给那些政府 什么公益金 但是我完全没有兴趣支持那些东西 如果要帮助的 就是帮助一些 志同道入的人 个人 去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可以度过现在香港的危机 是很难的 但是我只是说 香港危机就是 这种做法 其实到现在 香港政府 有没有公布 多少人死亡呢 是吧 大家很多人说 什么什么 但是我就说 其实很多人死亡 而死亡的情况 我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尤其我很关注 洛马州的案件 就是深圳河冲下来 又是深圳水庫泄雄 是不是泄雄导致的死亡 还是沈屋嶺呢 还是他已经死了很久 是现在把尸串出来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搞清楚他 记者去追查这件案件 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想这一点是相当重要 避免这件事不了了之 这是相当 我希望能够深切地做到的一件事 当然了 去到时至今日 除了这一方面之外 还有一个新闻 好自己讲的 喜讯 香港就很厉害了 香港足球代表队 昨晚在香港大球场 有赛文内 结果呢 凭着艾华顿 和陈兆坤 梅开二道 以及其他队员 郭建一公 清脆地以十比零 击败对手 为下个月主场 对不丹的世界杯外围赛 预赛 壮胜威 同时终结了六场不胜的颓势 今次球迷入场人数 只有六千零九十七人 很多场面都很冷清的 但起码呢 当我们听到 他们这班球员 在那叫 或者一些啦啦队 啦啦队 一直说 We are Hong Kong 蹦蹦蹦蹦蹦 We are Hong Kong 的时候呢 其实在海外的我 在台湾 我都觉得相当是 感动 这件事很难得 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是好像傑斯 那样的足球迷 但我会觉得 这件事是我们的一种 身份的认同 全场我们没有说背对 什么什么 什么 武辱国歌 武辱国旗 俱旗 没有这些事情 是吧 也都看到球迷们 也就是说呢 讲这个口号 听在港共政权以内 就非常刺耳的 We are Hong Kong 蹦蹦蹦蹦蹦 We are Hong Kong 那这些说法呢 随时呢 在未来的环境之后 是很危险的 但我就是说 在香港里面 尽做 很多人 清心直说 他们自己的看法 我会觉得很难得 我知道 有一场是柬埔寨 对香港的 香港和柬埔寨 是平手的 OK 柬埔寨 肯定就是 这个香港队 是表现出色 论足球 是一件事 但我都希望呢 大家能够 We are Hong Kong 这个说法 OK 当队长 艾利奥 带领 球迷 高夫 We are Hong Kong 的时候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 十比零 大炒 渔纜队 文来 当然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就是相当令人激愤的 甚至有个口号 就叫做 香港队劲抽 Let's go Hong Kong Let's go 那打气的口号 就是相当 就是 如虑观矣 看到整个 说法就是什么呢 上半场港队攻势零礼 开车十分钟 就拿到多个角球 去到十二分钟 港队艾华顿接应右路的传球 在禁区 顶射 远处破网 为港队先开记录 港队领先一球之后 仍未罢休 继续抢攻右路 到二十分钟 陈俊乐 同样在禁区 顶位置竞射 禁区的顶位置竞射 射中远处死局入网 四十一分钟 队长艾利奥 接应角球顶入 港队带着三球优势 进金尔森 实际上半场 球迷开始高呼 We want 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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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十粒 五十一分钟 米高右路突破摆脱对手 杀入禁区后 全中 无人看守 费兰道接应 鼎入 五十六分钟 黄威再入一球 五十九分钟 埃华敦 推大位 破网 短短15分钟 将比速拡大至六比零 球差千支 六十分钟 球员和球迷 未有收手的意思 球迷开始高呼 We want ten 六十四分钟 八十三分钟 陈兆均回开二度 再度拉开记录去到八比零 比赛尾段就是潘佩軒 连入两球 埋齋 球队终于以十比零 盛将回答一众球迷 原场球迷 就是球员 来到球迷面前接受掌声 队长艾利奥拿了大声弓 带领球迷高呼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这个很厉害 翻查资料 对上一次的 东亚足球錦标赛 预赛 曾经以十比零 去大胜蒙古 另外 07年 东亚足球錦标赛 港队以十五比一 大胜关島 港队当然一定有实力 它国际排名一定很低 当然你不可以和英超 英国队德国队比 但你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精神 而不是说足球的球技 是精神 是香港人的精神 打不死的精神 在困难的时刻 咬緊牙筋 咬緊牙关 就是战斗到底 忍忍忍的精神 我觉得在留下来座的香港人 其实如果有我这样的心态 其实我是向你们致敬 因为你们是坚引到最后的人 记住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我们香港人 不会被打败 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对香港的前途 长远的前途 是有信心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希望 打下去 我们有多少的斗志 在心里面 我们是借着这些球赛 我们会说 We are 香港 Let's go 香港 Let's go 那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心志 希望香港有一天 终于会有光复的一天 我们就希望这一点 就是 绝对是 我们想做到的事 希望大家都明白 很多人问 十一台湾有没有什么 游行或集会 那些东西 我认识的朋友正在籌备 希望赴汤先生能籌备得很好的东西 和大家见面 希望这一点不会令大家失望 我们未必有什么游行 但至少有一个好的展览 一个集会 令大家不要忘记 十一 賀他老母的国庆 另外在Birmingham 亦都有十一日国庆的大游行 根据Birmingham Hong Kongers的Facebook 说 1st October Chinese National Day of Grievance Assembly 这个 赶走习近平 世界更和平 赶走习近平 世界更和平 这个是十一日国庆大游行 这一点是重要的 11日 在英国的时间 就是说 2点至4点 下午2点至4点 今天是星期二日 现在 起点 就是Birmingham的Chinese Quarter Hirst Street 而终点 就是Birmingham的City Center High Street 基本上 就是一个好的游行 希望大家记住 它的口号叫Wipeout Wipeout就是清除 Wipeout Emperor's Sea For World Peace 就是清除习近平 保障世界和平 赶走习近平 世界更和平 这个就是 握了一遍 但当然同一个字 不是握了一遍 同一个字尾 所以这一点 希望大家都注意 和知道 好 这一次先说到这里 下一次再说其他议题 之后 得到